市议员杨秀玉带领在竞选总部主动帮忙的大姐们 能守一个时尚经典家旨带走秀 让大家在紧绷的选举气氛中多一些些的轻松气氛 年底选举进入白热化阶段竞选连任的一号 七赌区现任市议员杨秀玉 特地推出包括口罩、牙线等竞选小物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代表台湾传统建议 打拼精神的家旨带赠送给支持者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 家旨带非常受到来台湾旅游日韩游客的欢迎 杨秀玉特地请人设计缩小版家旨带 成为竞选小物融入时尚和实用的概念 贴心用心拼选举 我这一次的竞选小物这个嘎鸡带 真的是很受我们七赌相近的一个很受欢迎 那主要为什么这一次我要送这个嘎鸡带 大家都知道我从政这八年来 我首遍的大街小巷都是拿着提着一个自己DIY做的这个嘎鸡带 那这个嘎鸡带代表着我们台湾人刻骨耐老的一个精神 那也陪着我们近代史 我们台湾的一个经济起飞 那我的嘎鸡带这一次的主要的元素跟主轴就是七赌人 我的竞选小物有很多包括口罩 主打是口罩跟这个嘎鸡带 还有这个面纸 还有这个湿纸巾 还有那个牙线盒 牙线棒牙线盒 那我的主轴是七赌人 为什么我要以七赌人为主呢 因为我是七赌选出来的这个名义代表 那我也希望说我把七赌人能够把它行销出去 因为我觉得七赌市 我们基隆市未来的发展七赌区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一直也非常关心七赌区 希望把七赌行销出去 也希望我们市政府能够针对我们七赌区这个 这个就是地理优势的一个条件 未来就好好的这个来推动我们七赌区 一号杨秀玉与民同心 热忱不用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